我看第十条题 他说某班数学老师 算出学生学习成绩后 鉴于学生平时都很用功 决定每个人都加了分 好 测交前你教学生成绩 统计数值会改变的有什么 就是说会改变的就是他的集中趋势 集中趋势 就是算数平均数 中位数 重数这些会移动 但是他离善情况不会移动 离善情况的话是他的前后指的差 这不会移动 所以他会改变的就是算数平均数 中位数 跟重数等等 就是集中趋势的指标 所以顺势不会改变 全距不会改变 中位数会改变 标准差也不会改变 因为你整个什么呢 整个分布的话是整体往右这样 往左右移动 往左右移动的话 它的差 离差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他应该选锡 中位数 所以大家应该选锡 中位数